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代表这句话特别值得我们留意 这是一个读经的小技巧哦 像是这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其实就和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到四节几乎一样 这表示天赋将同一个启示赐给了两位先知 也代表这段信息非常重要 天赋将带领我们从这段信息里认识他的权柄 更认识他良善的心意 让我们一起来读《弥迦书》第四章 《弥迦书》第四章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 超乎诸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 说 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悔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 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梨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 和无花果树下 无人惊吓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 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 我们却永永远远 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 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聚集瘸腿的 招聚被赶出的 和我所承治的 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名 使赶到远方的为强圣之名 耶和华要在西安山 做王治理他们 从今直到永远 你这羊群的高台 西安城的山啊 从前的权柄 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 必归于你 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 疼痛抓住你 仿佛产难的妇人 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 你的谋士灭亡了吗 西安的民啊 你要疼痛取劳 仿佛产难的妇人 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 住在田野 到巴比伦去 在那里要蒙解救 在那里 耶和华必救赎你 脱离仇敌的手 现在有许多国的民 聚集攻击你 说 愿西安被玷污 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 他们却不知道 耶和华的意念 也不明白他的筹划 他聚集他们 好像把河捆 聚到河场一样 西安的民啊 起来踹鼓吧 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 使你的蹄成为铜 你必打碎多国的民 将他们的财 献于耶和华 将他们的货 献于普天下的主 他们要将刀打成梨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这段经文同时出现在 以赛亚先知和弥迦先知的预言中 但人们总是很常忽略他的前一句经文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 施行审判 为远方强盛的国 断定是非 亲爱的朋友 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这位真正的君王会全面掌权 并且公义地审判万国 这就很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政治上生活中 我们其实并不需要靠自己的感觉 或喜好去论断谁是谁非 只要单单专注 来为你所在乎的人事物 来向神祷告 就OK了 相信他总是在聆听 总是在检查 他也必在政治领域中 彰显他的公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苏 求你看顾每一个国家 和每一位负责治理的领袖 也求你赐下公义和怜悯在全地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平安喜乐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祝福你平安喜乐 祝福你平安喜乐 祝福你平安喜乐